9月16日 在运着第9批8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及相关遗物的空军专机降落在辽宁沈阳 英雄们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同一时刻 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培桥中学学生也端坐在教室中 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这一场仪式 70多年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鲜有人知在这支保家卫国的队伍中 就有20多名来自香港培桥中学的校友 据悉在当天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的现场 也有两位香港培桥中学代表参加 为了传承这份爱国情怀 培桥中学当天特地组织一些班级 收看了这场别具意义的现场直播 在我们学校的历史当中 在1950年代我们就有20多位的毕业生 回到的内地参与了这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 保家卫国 所以这一次我们难得有机会 可以派出两位的学生代表到沈阳 去迎接第九批的抗美援朝的劣势遗孩 回国的这个重要的仪式 所以透过这个仪式 也可以让我们在香港的同学同时观看直播 认识这段的历史 参与观看仪式的香港中学生 在活动后对中心社记者表示 此次活动让他们对国家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也为革命先辈义无反顾 报效祖国的壮举 深感光荣和自豪 英雄们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作为香港培桥中学的学生 我们身穿着整洁的校服 在教室中注视着整个仪式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的激动 到现在仍然不能平复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屏幕前 看到迎接烈士英灵回家的仪式 正是这些英雄不惧生死的贡献 才有我们如今和平安定的生活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继承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学好本领 用行动去回馈社会 报效国家 在过去 他们没有辜负国家对他们的期望 保卫了国家完成了使命 而现在国家也没有忘记他们的付出 热烈的欢迎他们归国 而这次的直播 不仅能让作为学生的我们 认识接触到了抗美援朝 这段触动人心的历史 还有让我们认识到了 我们培桥中学二十几位学生 曾经与抗美援朝的经历 同时十几岁的学生 他们为国家付出的鲜血和汗水 无不激励着我们重视 重新正视此学习 在未来争取报效国家 为国争光的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